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现在下午4点 猪仔现在才拍片 今早是否偷懒 不是 今早10点 猪仔已经回到来 10点多已经有第一个标迷 在门口等猪仔 所以就一直忙忙忙忙 到现在4点 猪仔还未吃晚 出了第一条片猪仔就要吃晚了 一只citizen Polmaster United United with Blue 的一只Diving Watch 这个非常棒 Blue 就是蓝色的海洋主题 的一只手标 这是2023年 6月份Launch的一只 限量版 以这个蓝绿色的海洋 在阳光照射的蓝绿色海洋 为主题的一只 United with Blue 一只 非常漂亮的一只手标 这只标 做了矿物水晶玻璃标面 一只限量版的手标 做了蓝红色的标圈 蓝红色的标圈 蓝红色的标圈 做了漸变色的效果 非常漂亮 和有质感 日力枪放在4点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日力枪 这只标圈是全球限量7000只 采用了可以回收的物料 标盘有名堂 标盘用了4D Frame 公司调制的特别颜色标盘 而且是保育海洋 100%回收的物料 非常漂亮 标盘好像幻彩色 有些蓝色有些绿色的标盘 漸变色的标盘 夜光方面 做了时分 表针加上黑度 都是有夜光的 再加上Basso上面的点 都是有夜光 Basso配搭了红蓝色 白色的夜光 非常漂亮的夜光 好 夜光方面 好亮 非常光亮的夜光 日力枪放在4点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Ecodrive Diving 200m 200米防水 标官位置做了螺旋式锁 配合200米防水 标官也放在4点位置 非常漂亮的标盘 也有环保元素 因为用了Ecodrive Ecodrive本身已经环保 这个标有三个地方环保 另外除了Ecodrive 环保D之外 光动能 也是我认为 技术最好的一个范畴 光动能的Ecodrive 其实这个标 总共推介了三次 但最近找到 两三个现货 介绍给大家 因为限量的7000只 我认为这个标很值得拥有 一只鸡泡鱼鱼鱼 非常漂亮的手标 蓝绿色的标盘 有些标迷不知道 以为它是背壳标盘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褚蝶冻 噴蜜技术的 特别颜色调制的标盘 就不是shell 另外它是 做了单向式的潜水标圈 因为它是 200米的防水 单向式的潜水标圈 一贯升纯的作风 就是做了60kg 一个60kg可转动的 单向式转动的标圈 沿边的位置做了不瘦钢 拉斯花纹 你看到像这样的 拉斯花纹 旁边做了九瓦坑的打磨 分别在这个 1357911的地方 做了九瓦坑的打磨 南宝石的玻璃标面 就没有 这支标 做了矿物水晶玻璃标面 但不要紧 我自己觉得 南宝石玻璃标面 可以换 随时都可以换 如果你家里有标 花了都可以换 这支标 符合了 ISO6425的标准潜水认证 标颗方面 就像鸡鱼的鱼鱼 作风也是做了拉斯的不瘦钢 沿边的位置 因为它认定潜水标 ProMaster系列 作为工具标 下水的时候 真的花了 所以做拉斯花纹 拉近小镜头 看看标观位置 标观上面 就有ProMaster的箭咀 logo 做了一个螺旋式锁标观 好了 看三个位置 这支标 刚才说过 EcoDrive本身是环保一些 第二就是这么漂亮的标盘 现在看到蓝绿色的噴蜜 100%可回收标盘 可回收标盘 好了 接着标带方面 标带就是做了一个 亦是用了生物提煉的一个 生物树枝 这个也是可以回收 可以再做的一个标带 标带挺身一些 比起它原先的胶标带 有点不同 摸下去挺身一些 也有一些透气孔 一罐星神的作风 另外两个 一个树枝油环 和一个不锈钢银色的针扣 标带也做了波罗文透气的位置 另外看看标底 标底也写了 我先炼一下 他写了这个 Eco Drive 它写了光动能 光动能 Eco Drive 用了E168光动能 也是Japan Movement Diver 200M 写著了 做了一个螺旋色锁的标官 底盖 螺旋色锁标官配合螺旋色锁底盖 所以有200米的防水 底盖也沒有做到一些 Laser的花紋 唯獨是有少許美中不足 如果是限制版 底盖應該做多一些 圖案 大家會更加為欣賞 好了 用了E168的光動能機芯 這個機芯充滿電可以行到6至8個月 可以行到6至8個月 一般光動能電池 它都有低電量提示 你看到它2秒跳一下 我特意不照燈 2秒跳一下就要充電 它提醒你 告訴你他肚餓 要充電 另外這支電池的壽命 一般都是11至12年才需要更換 每次充電就是行6至8個月 整支錶都很輕身 不算很重 官網寫這支錶是93.2克 我一起來量量量 看看是否93.2克 直徑方面這支錶是44M的錶徑 很多人說 看起來不像 猪仔,是不是真的44g 試一下讀一讀 44m數 讀出來是43.8m 但是Basso的位置 因為那個紅藍圈會令到視覺錯覺 紅藍圈只有40左右 所以你會覺得這裡的雞鋪魚的特色就是 它的鋁片圈沒有拿到最闊 所以你會覺得 視覺上面的Basso和標面 訊號就是標的尺寸 所以你會覺得像40m 但是量度到44m 這是雞鋪魚鋪型的特色 另外就是 外面的外面分別是48m 厚度方面是11.4m 我們試一下拼上豬仔14.8%的手腕 除了有低電量提示之外 這個星神的Milter E168機芯 還有防止過度充電功能 我們會不會照燈照得久會令到它壞了呢 也不會 最好不要照太陽 其實它在官網都有寫的 任何光源都可以充電 這個是光動 因為用太陽的話 常常曝光 防水膠邊真的很容易老化 這個要大家用光動眼手錶的錶迷都要注意一下 戴上豬仔14.8CM的壽碗 你覺得它不算很大隻的 不算很大隻的感覺 因為是雞泡魚的特色 這隻United with Bull的Citizen的Polmaster限量版 用手錶打造與海洋成為一個融合的一體手錶 非常有思義 也很環保 有三個地方環保 第一就是EcoDrive的光動能電池 第二就是100%很維修的錶盤 以及用了植物提煉的樹枝錶帶 這三個東西都是非常環保的 喜歡這隻錶的你 也喜歡Citizen這個主題的你 怎樣做 聽清楚 它的建議零售價是$3,500 現在大概市價是$2,100到$2,600多不等 豬仔推介超信價$1,988 其實普通的雞泡魚不是限制的版本 其實可以到$1,800左右 豬仔的價錢$1,700左右 現在一隻限制版本 還要有4D frame這麼漂亮的噴物技術的錶盤 也具有一個環保主題的話 都是賣$1,988 超信的價錢 豬仔手上有兩隻現貨 假期後會有兩隻翻譯 總共四隻 這隻是限量版的 如果你也喜歡這隻 Polmaster的Citizen 潛水錶的 達士 Yulani with Boo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手錶 想在佐敦怎樣拿 還是在荔枝角怎樣拿 好嗎 都是那句 心動的 立刻行動 跟大家說聲 復活節快樂 好了 最後給近鏡大家看一下 那麼漂亮的噴物技術的錶盤 它不是很死咕咕的顏色 它是一粒粒一粒粒的 有些地方看是藍藍綠綠的 紫紫藍綠綠的 非常漂亮 很吸睛的一個錶盤 再加上有一個很漂亮的夜光 大家才看過 喜歡這隻錶的 就盡快找我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我們下集見 拜拜